就顺着走吧 第二 二号 哎呀 我对这个二号房间的人啊 特别期待 因为这个号是王维念老师的幸运号 这是男生还是女生 这是男士 你是什么职业 很好 原来是文艺工作者呀 我们合作过吗 这都不用你 他回答 我都跟你说 肯定合作过啊 要不怎么认识啊 就浪费一个问题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问了 当然 当然 对 你得问问 你比如说 合作的愉快吗 你结婚了吗 你有孩子吗 对呀 你媳妇我熟吗 你就哪块啊 对不对 你说你问这问题全是白问 你接下来就应该问 咱们合作的愉快吗 都跟没问一样 他说不愉快 我来找你报仇了 我们经常见面或者聚会吗 记不清了 这记不清了有两种可能 一种呢就是 我们俩吃过饭吗 这一种记不清 还有一种说 吃那么多次 你说哪次呀 记不清了 两种 你趁现在里边光亮了 其实底下是能看见的 比我大还是比我小 你猜 你猜 不会是张铜吗 你随便 张铜 张铜是吧 好 那现在二号房间中是不是演员张铜呢 我们拭目以待 五四三二一 请帮我打开二号房间 你看谁来了 答错了 我爱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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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昊 殖民歌手演员 在做歌手期间 由他演唱的中华民谣 曾传遍大江南北 传唱度极高 在转战影视剧之后 他更是演绎不同角色 深受观众喜欢 此次他为好兄弟李洪涛 和鸿涛前来助阵 将带来哪些感人肺腑的故事呢 浩哥 我觉得这两年 我老看你朋友圈啊 你现在火的不行啊 没没 挡住 挡我哥的服 没没没 你可不是 你脱王海燕的服吗 不不不 脱他的服 他是我的表演指导 真的真的 是吗 我一会慢慢跟你聊真的 因为我跟他们 就跟嘉宜跟那个 鸿涛哥认识以后 还有海燕 我才知道 因为就是 我这两年不演戏吗 对 你演了好多戏 对 但是真正因为跟他们 专家合作 我才知道演戏有多么难 嗯 真的哥哥 是吧 对 不是那种票一下 真的很难 真的你的意思我就别去了 你一定要来哥 现在 现在还先别别别 不是 我去现在有人要抢我的饭碗 这我就现在犹豫了 我在后面看见了 蒲老师要当主持人 不 哥哥要当主持人 对啊 就直接就是直奔主持人就来了 对但我觉得刚才那个 来得让我特别好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一上来我挺难过 我就哭了 人家在后台 后来我一想 好把我的眼泪先流下去 我要把欢乐留给我哥 是吧 真的 也就是说 郭老师一上来你感动了 对我特别感动 因为他是一个让人尊敬的人 是 对我这个不是一个冠冕堂皇的大话 他是一个对朋友很温暖 会让你很尊敬 就是你会为他义不容辞去做事情 嗯 因为他对朋友是这样的 对 对 所以我就是因为一看那 其实我那种特别 我来之前我说 哎呀一说红刀哥的节目 我说这我 我不管怎么我也得来 但是我就鼻子酸酸的 我说我可别到舞台上 给他扇人泪下 显得我说 因为我平时这个人就 容易被感动 哎那怕已经哭过了 我那就是过了 哈哈哈 亲爱的弟弟孙昊来了以后吧 我就特别特别感动 因为我就觉得就是 除了我的 我我觉得他们是我的贵人 嗯 孙昊 王海耀还有嘉义 嗯 除了我们的老师同学之外 真是他们特别 是我特别好的 哥哥您别 您别您是我老师 所有的事情 他们维护我维护的 就像自己的亲哥哥一样 嗯 我就特别感激 任何有任何戏 只要适合于我的 就不遗余力的 就是推荐我 让我去做 我发现只要有张嘉义的信 你好像都在啊 对对对对对 对呀 因为我们确实是很不错的朋友 但是他嘉义 这一点是特别好的 原则性极强 就只要合适你的 合适 合适你的 合适他的 肯定会有 如果不合适的 绝对不可能 不可能推荐 对 他是这样 你跟嘉义说 不合适的角色 我也不去 只要有合适的 你跟他说 就是 而且我跟你是有区别的 你去那好像人家给你劳务费 你是拿走的 对吧 我带着钱去 哇 太厉害了 这也可以 浩子哥啊 真的是我这个儿时的偶像啊 不现在不唱歌演戏去了呀 有一天就嘉义跟我说 海燕说你要是 觉得不想唱歌你 我带你演戏吧 嗯 后来因为悬崖 因为悬崖这个戏 我跟洪涛哥真正的在一起了 也就相当于 浩子哥是在2012年头 开那个悬崖的时候 你们俩认识的 对 会不会是一见如故啊 不是 我先跟你说有一点 嗯 呃 因为洪涛哥是慢热 嗯 你明白我意思吗 对 他非常善良 其实可以用一见如故 但是没有那么快 因为他平时 刚刚是 他跟嘉义熟嘛 他跟别人不太讲话 他对你的热情 他可能不是像我这种 就是啊 一下就觉得 像咱们这样 对 很热闹 他是那种很安静的人 就是他不是那个 一下就跟你吃啊喝啊 他又不喝酒 因为剧组有时候 大家拍戏累了一起 他也跟着你 静静地陪着你 但是大家一起也高兴 他不是那种 所以我就觉得他大 他年纪比我大 其实大一岁啊 又抱冬天龄了 对对对 然后呢你就觉得他 他是让你尊敬的人 你也不敢 我们这帮人有时候 乱开玩笑 没人敢跟他开玩笑 你知道吗 而且我的那个助理 和他的助理是住一个屋 后来我越来越尊敬他了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我那个助理跟我说 说洪耀哥特别厉害 我说怎么了 他说他每天回去啊 就是他准备台词嘛 他准备他第二天的戏 然后他的助理要帮他 比如这场戏 他用三种或者四种 他不同的方法去演这场戏 就一场戏 我用不同的表演 要背很多个方案 表演方案 对他用很多不同的方案 来表演 我一想 差距呀 对这真是差距 我人也笨 你想 我一个办法还没想出来 人家准备了仨 对 慢慢地他会潜移默化地 让你对这个人的肃然其境 因为我就 我们系四个月 天天朝夕相处 就越来越熟 越来越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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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让大家觉得特别好 而且有时候 我觉得拍戏是这样 你要进一个好的剧组 每个人演员都很好 每个 我们那个悬崖真的很严谨 你说他 洪涛哥 嘉义 真的 我觉得就像一个学生 就像你 刚才我在后面提你在广院 我觉得一个学生 他进了一个好的学校 非常重要 他会给你树立一个 正确的人生观 就是你一进这个剧组 你会觉得如果你要混 你要去光把台词被遛 你在这混 你觉得特丢人 真的是这样的 后来我就特别有命 我就跟着洪涛哥 我们一个演了好几个戏 哎呦他白鲁远太好了 嗯 他白鲁远演的吧 我对他就是充满了敬意 陆三儿你看 他瘦的 他减了二十节 你这能看出来是一个硬汉 一个帅哥吗 都没看出来实力 他特别好 实大实力老农民 而且我第一眼都没看出来 对呀 我到现在为止还感谢这个戏 因为什么呢 我的减肥 他减了二十节 彻底减下来了 对 减下来而且 停了八个月 八个月就反弹的可能性 就很小了 对 所以说一直能保持到今天 因为洪涛哥 大家可以看到他的照片 他有很多都是挺肉嘟嘟的 对对对对 而且那个时候我从来没有觉着 他鼻子是粒鼻子 等他瘦了以后 我发现你鼻子突出了 王芳我给你说一句 红涛哥不但肉嘟嘟嘟 红涛哥还特别白 对 我给你讲讲 我们拍白鲁远的时候 有些园上的农民就又黑又磕麦子 然后大伙就提前去半个月 要体验一下 这个组真的很严谨 哪有演员现在还体验生活呢 对 这组所有演员都去 对对对对 就擀面条弄辣子 然后呢所有的人都 啪拖一光芒子 在那农村啊 真的去在农村 晒 晒 然后要割麦子炸炒挑担子 因为我演员坏人 我演员抢聊天 所以我就不参加这一趴 结果红涛哥呢一脱爱以后 你就看那圆上 茫茫的那个麦田里 一个白白的人 肉肉的白白的人 一个白胖的 对 其实刚才我看你们上面那一节 就是他让红涛哥唱歌 其实最有发现权应该是我 我先讲一个笑话 红涛哥特别可爱 有一次我们拍那个在云南 拍那个《后海不是海》 我已经拍了 你听到爆料了啊 爆料爆料啊 拍《后海不是海》 那个电视剧的时候 咱们哥那会儿也胖 他想变黑的这个愿望 是很多年的 然后我们没戏的时候干嘛呢 云南也是高原能晒啊 我俩就躺着晒太阳 我俩就躺着晒太阳 游泳池边躺着晒太阳 然后他突然跟我说 他说 爹 你能叫我唱歌吗 我以为他逗我的这样 我以为他查我 你什么情况啊这哥 他说 你真的 我说你真的假的 他说 真的呀 我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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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玩我 他说我怎么会逗你 那是真心的 那是真心的 我说这样吧哥 我说你 你想 我说我别教你怎么唱 方法你先唱一下 我听听你的那个 我先听听 听听我给你把这个歌 咱们是可以找找问题在哪儿吗 我说我跟他说 你唱歌别的 就非得唱高音 有的人没有高音 他也很棒 结果他就唱了 《烛光里的妈妈》 是《烛光里的妈妈》 是 是是是 然后他唱完以后 哎呦我觉得特别好 深情有了 他还唱了《草帽歌》 唱得特别好 我俩就交流一下 就聊了一些意见 后来我就跟哥说 我说哥啊 你有比如说你在唱的时候 他知道我在舞台上该怎么演 我说你在舞台上 你找一个合适的调 你别把它起高了 否则你 因为你有时很低沉的唱 也挺美的 你不要把它起高了 否则你就上不去 对吧 你只要把情绪唱到 结果有一次 我们大家 就一帮人在那个客栈拍完戏 一帮人大家说咱们吃饭吧 然后唱歌 唱歌 大家都喝美了 然后《烛光里的妈妈》是不喝酒的 然后我 我就起后 我就起后 我说 我就起后了 然后我特别坏 那种跟他已经很好了 你知道吗 我说 然后洪桃哥给大家唱一个 然后他就记住我那话 调不能起高 但是他自己把调是起低了 我就是下不去也挺可怕 下不去也很可怕 我要演一下洪桃哥 你看 妈妈我想对你说 花头嘴边有些什么 妈妈 关键还有 妈妈 主公里的妈妈 哈哈哈 洪桃哥你这个洪桃哥有多淳朴 我说洪桃哥 我没有想到我以为他起高了 我说这怎么是包袱呢 起低了 下不去 我是什么呢 我是一个比较爱 比较羞涩的一个人 让我唱歌 我很少在那样的场合 你也太军军了 然后非得让我唱 后来洪涛哥也特别倒霉 我就照着他教我的 我就开始唱 结果全组以后 再见了洪涛哥 妈妈 而他特别认真 来来来 接下来咱们有请洪涛哥 为我们表演一下 烛光里的妈妈 我还走了 妈妈 我想对你说 话到嘴边 有意义 好 妈妈 我想对你笑 眼里 却点点 泪花 哦妈妈 烛光里的妈妈 你的黑发 泪起了双花 哦妈妈 烛光里的妈妈 你的脸颊 为何这多牵挂 哦妈妈 烛光里的妈妈 你的耀声 变得不变得不再停满 哦妈妈 哦妈妈 烛光里的妈妈 你的眼睛 为何 失去的光滑 妈妈呀 海儿已长大 海儿已长大 我愿牵着你的一起 走过 春秋冬险 哇 我特别想让胡桃哥唱一个下不去的行吗 哈哈哈哈 可以啊 来来来来 来 下不去了啊 因为当时啊 就是确实我特 我这个人特别羞涩 当时非得让我唱的时候吧 就是他们给我推上去了 我就站那个半天 我不知道该怎么唱 然后我就想唱得好一点 好好表现一下 平时说话就是中音的一个声区 然后我就按照中音的声区开始起 妈妈 我要对你说 花到嘴边有燕香 妈妈 我想对你笑 眼里缺点点泪花 这个歌 这个歌特别奇怪 他是慢慢往下走 越唱越低 越唱越高 越唱越低 所以我就死 我就下不去了 不是 那你们租组的人是不是笑盆了呀 开始大家不好意思笑 因为他是哥哥嘛 别的也还难好意思笑 你知道吗 都不好意思笑 他实在下不去了 大家肆无忌感地开始暴笑 我觉得你真的应该好好拜拜诗啊 是 我得拜他 关键他时间少 没有 时间少 我得好好向洪桃哥学演戏 这真的 那个哥哥 是 我跟你讲 他演戏啊 他给我带来了很多 就是很正能量的传达 就是因为我可能就是没有像洪桃哥他们在有老师来教你演戏 但是我会用心去看 因为有一次我跟他也交流怎么演戏 我经常很别扭的 我自己就是很别扭的时候我会问他 他有一天跟我聊一点 我觉得他说的特别对 因为比如我在这个戏剧里 我是一个配角 那么比如说一个主角有几百场戏 那配角可能几十场或者一百 两百场 一百场戏或者几十场戏 你这时候 因为你拍三四个月的工 包括白蓝园八个月 因为你怎么样让你自己的情绪连贯 在这八个月当中你不是每天开工 假如你每天开工的话 你每天在这个人物当中 那也许你休了十天以后 让你再一下把你拉起来 你该怎么办 然后我就问洪桃哥 怎么来保持这个人物的连贯 他跟我说了很多很好的主意 他说弟弟有时候配角更难演 因为你第一你不能夺取别人 第二你要 你还得在你自己的人物当中 在需要你的时候 你要把肩膀头给他 你怎么给肩膀头的时候 让你的人物鲜活起来 你怎么样给肩膀头的时候 在戏剧当中又不很突兀 我觉得他特别棒 他给了我很多这方面 让我觉得特别受用的东西 就是我怎么样让在这八个月当中 或者像白蓝园八个月 或者在三四个月当中 让我自己在这个人物中连贯下来 怎么样把戏静下来 就是比如说有时候你碰到一个 你不喜欢 就这个人物的表现和状态不喜欢 你要舍弃这些 就是因为你以前当歌手嘛 老是啊 后来有一天就是鸿涛哥 包括王海二和嘉宜 他给我重新灌输了表演方面的理念 就是你要把自己扔在尘土里头 扔在尘埃里头 你不是你自己 你不是一个歌星 你不是一个你的服装 所以以后让你怎么弄衣服 怎么烂七八个我都可以 因为你先树立自己 因为你是一个人物 这真是他们带给我的 从我开戏演戏以后 我认识的和教会我的都是这样的演员 我才能进步 否则我就觉得 我也是玩票的 我也是要去帅的 那不行 特别没有意思 真的 他们都是我的 所以说他现在就是戏不断 一个戏接一个戏 但是我说句实话 我也代表观众 其实我们也挺喜欢听你唱歌的 对 真的是 因为你唱太好了 真的 是的 所以我觉得你就在 这个拍戏空余 你没啥事 回来唱唱歌什么的 你现在唱歌 我相信观众一点 好啊好啊 来 好 行 没问题 忘不了故乡 年年离花房 开马了山岗 我的小村庄 妈妈坐在离书下 房车梧香 我把烧离书枝 问那离花香 遥遥结白的树枝 花雨满天飞扬 落在妈妈头上 飘在房车上 给我温暖的故乡 永生难忘 永生 永世 我不能忘 重返了故乡 梨花又开放 缘白了山岗 我的小村庄 小村一切都已然 树下空荡荡 开马梨花 比树下 房车不再下 遥遥结白的树枝 花雨满天飞扬 两行滚滚泪水 留在树下 给我温暖的故乡 永生难忘 永生难忘 永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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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能忘 遥遥结白的树枝 花雨满天飞扬 两行滚滚泪水 留在树下 给我温暖的故乡 给我温暖的故乡 永生难忘 永世 永世 我不能忘 永世 永世 我们俩是最棒的 对啊 就太久没有感受你的歌声了 我觉得真的不能把歌离我们弄得太远 我想知道你们两位的家人都熟悉吗 比如父母啊 爱人啊什么的 我跟嫂子很熟悉 他跟我爸妈很熟悉 我跟他父母很熟悉 我还得说说 这个洪涛哥呀 他对人的好是默默的 因为我们在云南拍戏嘛 因为快杀青之前 比如杀青前十天 好多就是 好多演员就 请自己的家人就过来嘛 来旅游 然后大家一起散摊回家 然后我爸妈就去了 然后我爸妈就是那种老百姓 特别淳朴 我爸是河南人 你知道吗 说话就是那 我爸说他 他钱了个妞 真好 你咽了真好 真的 我爸妈可喜用他了 然后洪涛哥就很细致 因为云南我们去的 那个地方有一个小镇 卖那个银器 其实演员也都没事干 大家你买个这个镯子 他买个什么 其实也不贵 不是说那个钱的问题 就是就好玩嘛 结果我爸妈来了 好像我也不知道呀 他就特别细致 洪涛哥 给我妈买一个什么镯子 给妹妹的孩子买一个 那个什么连心锁什么的 就这红涛哥 他对你的照顾 真是无微不至的 而且红涛哥 我还有一点 红涛哥是永远分享的人 他把他的好 把他的开心 分享给大家 他不只光这个 他给我们 他喜欢喝茶 然后他不喝酒 他喜欢喝茶 他每次有了好茶 也他就分享给大家 哥 我也喜欢喝茶 你一定会收到的 我相信 真的到 你一定会收到 他一定 他心很气质 千万别给我记 我这个人就是说 什么时候记 在哪 在哪 我自己去取 关于我们浩的也是 就是我们所有的聚会 一定得有他 没有他不热闹 他真是一个核心 所以我今儿在那二里呢 这个浩哥呢 稍微等一会儿好不好 好 我不走 稍微等一会儿 因为这个人说 他跟你特别熟 是 真的 你别假装了 你知道是谁 你往那儿坐 不能说啊 浩哥